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气是一个可以一直做下去的材料 它可以永远都没有完成式 它是一个可以随意进行加减的材料 它的可塑性很强 在杭州跨虎桥移植博物馆出土一把八千年的气功 所以其实杭州算是现在史料记载的大气的发源地了 大气它是纯天然的一个树脂材料 从七树上割下来的 然后它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八千年以前了 最早期啊 大气基本上是在兵器 盔甲 还有礼乐方面 虽然大气工艺至今已经八千年历史 但由于七树生长缓慢 七亿工序繁杂 材料成本昂贵等原因 致使大气技艺的流传 遭遇了几次断代的危机 我也觉得我们中国可以传承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这种文化远远流长 各项工艺可以赚钱 可以传承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太多选择了 但大气偏偏就是一个 时间周期成本非常高的一个材料 所以有些人逐渐慢慢地抛弃了这个材料 作为中国美院的学生 王金凯在接触了大气课程之后 被深深吸引 相比于传统平面的美术技艺 大气丰富的色彩 布局一格的工艺 可反复创作的特点 让王金凯对这种神秘古老的材料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大气它在我眼里 它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一个材料 大气的话 一方面它是一个皮肤型的装饰型的材料 另外一方面因为它有那个黏着性 它可以和其他的粉料结合调和之后 然后可以进行塑性 所以基本上三维空间的雕塑类的东西 我们也是可以做的 与大气相关的制作工艺种类繁多 气译发展至今 在每道工序下的细分技艺 纷繁琳琅 却又条理井然 比如修图工艺 就有厚料修图 照染 漂流器等等 但千条万道 必有一失 有些激进失传的部分 全靠七亿匠人的经验和不断尝试 才能将个别冷蔽记忆挖掘端倪 复旧如初 最近做这张画 打算用到那个七线雕 然后也是自己摸索着 然后网上查了一下 大概需要拿几种材料 它都没有配笔 就自己尝试着去配笔 去制作 就效果也挺理想的 最终做成的那一刻 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上一届全国美展 我画的是武侯 是当时的想法 就是缝合中华民族的 那个传统英雄倾向 然后做了孙悟空 那这次就想做 以唐僧为主题 从他身上提取了 这个袈裟的元素 也还是沿用之前 百加一的概念 去缝合这么一个精神性 然后在构图上 采用的形式最终是 结合了中国的 那个比较偏山水 山水化 然后用这个中国的山水 层叠 然后去穿插到这个袈裟中 有很多东西 由于大气的它的粘着性 它可以跟各个材料 生活中你能想到的 各个材料 全部都可以结合 做出一定的视觉效果 就是可以有 变非为宝的一种方式 别人觉得是垃圾的东西 我们捡过来 然后可以把它稍微改一改 就会是我们很喜欢的一种东西了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7. 土野 室野 荣野 几千年来 大气宫以作为独具中华气息的瑰宝 不仅是因为它百里千刀一金漆的珍贵 也不仅因为它低漆入土千年不符的稳定 它在中国骑将手上闪转腾挪心进火船 更多的是因为它与中华文明相辅相成的品格 海纳百川兼容并包 每当一件华彩分成的漆器制作出来 人们都会赞叹大气华丽丰富的色彩 内蕴温点的光泽 细腻光滑的触感 却都忽视了七座匠人 为自己的一件漆器所付出的心血和酸楚 都已经挺过去了 因为现在回头去想的话 也不会觉得是一件多困难的事情 从漆化作品到漆器产品 从艺术创作到手工生产 从艺术家到手作人 这位26岁的年轻人 在这间小小的工作室里面 对着流传至今上千年的古老材料 兢兢业业 周而复试 当老手艺遇到新之音 老手艺便被融化了高陵的灰色 新之音也会度上沉稳的极点 王金凯的大漆 没有了十里红装的厚重 没有了驱水流伤的高贵 有的却是小巧剔透的灵动 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往设计的方向去转变 所以现在在杭州的匠人 大部分 现在都开始慢慢地转变成自己在设计 你不单要有一定的创造能力 还要有一部分的技术手段 两条腿必须都要走得很稳才行 我认为匠人这个词 现在其实已经逐渐有所转变了 造物的造并不仅仅只是制造 更多的其实是创造这块 可以帮助吗 您参照 体现象 突然水蹤 自egen 体验 以前 ему Нач